消息来得好突然 而且李克强68岁 年纪并不是太大 因此这件事情 现在引起议论纷纷 我们要先请会员 带我们看看 李克强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好 没错 这是主播说的一样 这是刚刚稍早在国际之间 发生的重大头条消息 是大陆的前国院总理李克强 惊传在上海病逝 那么病因是因为 心脏病发抢救无效 在今天凌晨12点10分的时候 在上海逝世 享年是68岁 那说到李克强 大家对他的印象 就是在过去10年之间 他是担任整个 在大陆的领导体系里面 权力第二高的人物 也就是仅次于习近平了 那么尤其就最被外人所熟知的 就是他非常擅长的领域 是经济 因此基本上就领导了 大陆国务院 整个经济增长的计划 甚至最有名的就是 有英国巴克莱资本的经济学家 把李克强的作风 还有他的思想 风味是李克强经济学 那基本上的主轴就是说 要放开市场进行经济改革 甚至在2020年的时候 最有名的一段 就是说他到山东烟台这边 来视察的时候 刚好看到路边很多的地摊的摊贩 他就称赞说这个地摊 是中国大陆经济的活力全员 因此当时这个地摊经济学 还广为大家所讨论 但是因为这个李克强 其实他是被视为和习近平不同派系 他是团系团派的人物 因此在这个很多地方都认为说 习近平跟李克强两个人是不同调的 在地摊经济学这件事上 就有一个很明显的表现 因为就在这个李克强 称赞大陆的摊贩经济 是一个活力 一个驱动大陆经济的一环之后 其实过不久 其实北京这边官方就出手降温了 说这个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 所以就外界就揣测 这有可能就是洗礼暗斗 所体现出来的真正的分歧是在哪边 而且之后李克强还在两会上面说 中国大陆有6亿人的 月收入不到 人民币1000块钱 这个也是打猎了习近平 说要全面脱贫的这种说法 所以其实以经济这一方面 大家会看到说 两人好像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尤其是在这个二十大过后 李克强是没有进入了政治局 所以其实就是一种黯然退休 尤其他三月在告别国务院的时候 又留下了一些话 大家就认为说 这个是意指习近平是意有所指的 所以其实现在他传出逝世的消息 也令各界哗然 看来后续还会有一些讨论 另外讲到以巴之间的冲突 那么现在哈马斯放出一个消息说 因为以色列持续空袭 已经有50名人质死亡 可是问题是这个消息 好像就是哈马斯发的 有没有办法证实呢 魏云 好没有错 其实以色列这一方 他们对于哈马斯近日来声称说 他们在空袭里头造成多少人丧生 还有说多少人质丧生 他们都说他们不能够完全相信 哈马斯的数据 而国际媒体其实也很难查证到这个数字 那先统整一下哈马斯的说法 他们是说以色列连日来空袭 造成了加萨走廊至少7000人丧命 另外造成人质有将近50人是丧生的 所以其实他们抨击说 以色列就是完全泯灭人性的 在对加萨走廊进行毁灭性的空袭 尤其说以色列明明就是下令说 加萨走廊民众可以从北部撤到南部去 但是在加萨走廊的南部城市 甘尤尼斯这个地方 还是看到了被空袭 那么巴勒斯坦这边是声称造成了 至少33人的丧生 另外还有刚刚主播提到 就是他们有特别强调说 是以色列的空袭造成近50名人质的丧命 所以应该是以色列要对这些人质来负责 另外还传出了 由于以色列的炮火是相当的猛烈 甚至还误及了以埃边境的城镇 这个在埃及的城镇叫做塔巴 其实非常的紧邻红海 那么其实在这边就传出说 有以色列炮弹打过来 造成至少6个人伤亡 而日前也传出说 以色列炮弹误及到埃及的军事基地 所以看到这个战火 很容易就波及到临近的国家 所以战事会不会扩大 现在是蛮让人担心的 也谢谢惠云带来几个最新的讯息 谢谢 谢谢 好 那么说到以色列陷入目前的局面 我们这一阵子的报道 也介绍过很多次 以色列其实过去被称作是中东戏骨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有相当优异的成绩 只不过在这一场的冲突当中 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我们的特派团队专访了 以色列最著名的高科技企业家 也是USB的发明家 他对以色列的高科技创新韧性 倒是很有信心 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次USB 发明者正是以色列人 而15年前 问世的USB如今早就被云端取代 USB支付接受TVBS专访时 倒是看得很开 权力强攻 人工实惠大名 以色列人脑筋动得快 高科技产业占就业市场的14% 更是国内GDP的五分之一 被称之为中东的矽骨 可不为过 连世尹总裁都说 伊哈战争恐怕严重打击全球经济 就算因为真兵和战争 科技业产能恐怕锐减 创业教父对未来仍有信心 或许正是这创业家精神 推动着以色列与他的人民 应对重重挑战 提及别新闻 红富华刘婷婷 台湾维夫报道 好 今天会到台湾 是生活中的困扰 叫了计程车 有时候不免会让问奖等一下 可是现在有小黄问奖说 新的交通违规制度 让他们因此被罚惨了 记者曹娇人带我们看看 好 没错 交通违规纪点新制 六月底就上